好同学我们现在要教地质事件与地质年代 地质事件很常考 地质年代很简单 因为你们生物学过了 而且我们学的比生物还要少 所以基本上生物OK 地科就OK了 如果生物不OK 地科还是可以OK 因为我们学的比较少 比较少 地质事件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 地层进入地质事件 地层历史简称第四座话 好这个地层历史写在哪里 写在地层上 所以说地层就像书页一样 书本一样 我们把我们的历史就写在书页上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keyword重点 叫做地层记录地质事件 所以考试考什么 考试考两件事 第一件事比较少考 我画一个地层 请问你发生过什么事情 看到那个地层 请你告诉我发生过什么事 这个考的比较少 考试考是第二个 看到一个地层 上面有ABC出事件事 请你来先后事序 谁先发生谁 后发生 这个比较长卡 所以地层进入地质事件 看到地层就要知道有哪些事件 看到地层就要知道它的发生的先后秩序 这些都叫地质事件 这些都叫地质事件 有什么成绩啦 有什么青石啦 有什么延迈新路啦 有折纵啦 有断层 这些都叫地质事件 那我们希望我们看到地层之后 可以了解每个事件发生的先后秩序 知道这个地层到底怎么样形成 人现单的德性的 然后可以知道整个过去的历史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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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我们如何知道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如何知道 这些原则 第一个原则 我们教过了原始水平率 这张图我们当初讲过的重点有两个 重点一 大哥在底下 小哥在上面 重点二 城里面是水平的 如果它没有受到任何事情的影响变化 它的城里面应该是平的 有人如果去过美国大峡谷玩 拍过大峡谷的照片 你会看到 它旁边岩层都是什么 水平的 表示它没有经过什么变动 它是被克罗阿兜盒的 给切出来 它就把它切出来 它没有经过什么变动 所以如果不水平就有事了 所以这个就是水平的 表示没事 这个就不水平了 上面就表示有发生侵蚀 我们国中教你这叫发生侵蚀 高中说要不整合 没有关系 要发生侵蚀了 表示我们的严臣紧邪了 表示我们的严臣有折瘦了 所以它如果不水平就是有事情发生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是要判断先后失去的重要原理 叫做叠击法则 就是听起来好听 就是后来者居上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摆东西的时候 先摆了在下面 后摆了在上面 所以脑的严臣在底下 心的严臣在上面 除非你有证据显示 除非你有证据显示 地层曾经倒转 否则在下面的比较老 在上面的比较年轻 老原成在底下 心原成在上面 这叫做叠击法则 是我们用来判断 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的重要依据 底下的先发生 上面的后发生 叠击法则截切原理 先把它在底下 然后把它在上面 这个是国中生适用的讲法 国中生考试用 古时候老师教过 谁叫做 青石基准面 谁是青石基准面 谁是青石基准面 海平面 海平面以上发生青石 海平面以下发生成击 来干嘛 考试用 这纯粹是国中生 这个讲法 纯粹是国中生 用来应付考试用的 考卷上画一张图 问你这边 海进海退几次 陆深陆降几次 你知道 数青石数成绩 数到一个青石 表示海平面以上 表示陆地上升或海水下降 数到一个成绩 表示海平面以下 表示陆地下降或海水上升 所以你去数青石数成绩 你就会知道陆深陆降几次 海深海降几次 这种想法 只有国中生拿来解决考试评目用的 看到了青石 海平面以上 看到了成绩 海平面以下 海平面以上 陆地上升 海水下降 海平面以下 陆地下降 海水上升 这是国中生用来解决考试 提供的时候的想法 海平面是青石基准片 基准片以上发生青石 基准片以下发生 成绩 我前面告诉你 我前面告诉你 我来来来来用 你吃的吗 我就是说我来来来来用 在这里 来来用 判断陆深陆降几次 海深海降几次 下一个是又是一个重要判断 发生前后失去的原理 叫做结切原理 我习惯的说法是 先有西瓜 还有西瓜被切 先有西瓜 还有西瓜被切 所以被切的是先发生的 切别人的是后发生的 受影响的是先发生的 影响别人的是后发生的 被结切的是先发生的 结切别人的是后发生的 这个是我们用来判断 这个是我们用来判断 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的重要原理 这是我们用来判断 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的重要原理 OK 结切法则 结切原理 举例 如果两个东西没有互相结切 不要 直接就说不知道 不知道 要看看有没有第三者 我就出过 A跟B没有互相结切 但是图上面 A比C找 C比B找 你就知道A比B还在找 所以 A跟B没有互相结切 不要直接就说 我不知道谁先发生 要在图上面找一找 看有没有第三者可以帮你判断 如果没有 你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 好我们来说要举例 这个盐麦是断层 图上面是盐麦切断层 还是断层切盐麦 是断层把盐麦切断 还是盐麦把断层切断 断层把盐麦切断 盐麦被切切 盐麦被切切 所以谁先发生 被切的 先有西瓜才有西瓜被切 所以被切的怎样 先发生 受影响的会先发生 所以 盐麦先发生 断层后发生 所以这张图显示的是 盐麦先发生 断层后发生 图如果这样子画 就代表盐麦先发生 断层后发生 因为盐麦被断层结切 被断层切掉 那如果发成这样 让谁切成 让谁把谁切掉 盐麦切掉 断层 谁叫做盐麦切断层 断层被切切 那因为是断层被切切 所以谁先发生 断层先发生 所以这张图是断层先发生 盐麦后发生 好 看到这里你就知道 这里 考试谁很重要 图很重要 图什么话很重要 你要学习的重点是会看 看到底 然后看得出来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 所以重点是要会看底 重点不是被那个截切原理 被截切的先发生 这是重点 重点是我把图给你看之后 你知道 你能判断 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 原理是我们教的原理 什么别基法则 什么截切原理 不是这个原理 但是你要会应用 会应用 好 那如果这样 断层有没有切盐麦 没有 盐麦有没有切断层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有没有其他东西 没有 我们两个都切开所有成绩 我们两个都比所有成绩后发生 我们两个都被上面轻视切开 我们两个都比上面轻视早发生 我们两个都比A早 我们两个都比B晚 那我们两个谁先 他说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所以这样的话叫做不知道 无法判断 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 好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这是我们的重点 看到诸 能够知道 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 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好 来 下面的讲一讲没有 我告诉你地层记录必知事件 好 这里是一个融洞南口 我说这里以前是海滩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它都沉溺这种东西 因为它都沉溺这种东西 它也像背鱼一样的位置 所以我知道这以前是什么地方 这以前 以前这里曾经是海滩过 所以才会沉溺 才会沉溺 所以我知道 这里曾经是海滩过 好 我看到一个现行构造 沙叶沿护沉 一沉一沉 弯的好大一弯 表现什么意思 这里曾经沉溺过 同时受到挤压 所以压出一个大弯弯出来 而主要知道是南北压 还是东西压 压的方向可以弯得出来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里发生过 一个挤压的事件 挤压事件 然后怎么样的挤压法 所以它有现行动造会出现 这叫做交错者 我讲高中会教你 高中会考你 我这个代表 可以根据交错者结合 这方面 可以显示 流水流的方向 所以我看到这个交错者 我可以判断说 这里才有个水流 这个水流怎么流动 这个水流怎么流动 这叫做立体沉溺 这里是大哥 这里是很细 上六大哥 它叫什么意思 曾经时流速慢 所以带来个力比较大 后来流速变慢 带来个力比较小 后来又变大 带来个力又变大 OK 叫做太子格断层 我们后面会教 有正断层跟日断层 有压力跟伤力 看那个断层 就知道这里是要使力量的作用 这就叫做 所谓的地层记录地质事件 我看到了地层 我可以推断 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叫做地层记录地质事件 可以吗 可以